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意。 对于成年人来说,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如何,说话方式跟行为怎样,是要仔细分辨的。 因为这些东西,往往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心,是如何看待你的。 牛人对待这些细枝末节,是非常重视的。 他们往往凭借这些东西,来判断对方的成色、人品。 而我们普通人,也应该注意一下。 如果身边人,经常对你做这三种糟糕的事情,你要当心了。 长期跟他们来往,会损害你的福气。 灵妖经常批评你,现实里,别人经常批评你,不见得是好事。 有些人批评你,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批评别人,想要彰显自己的优越感罢了。 看到你沮丧难过,他们反而内心很爽,觉得他们的智力优于你。 如果你经常跟这种人打交道,而你内心又不够强大,那你真的会被他搞得自卑。 举个例子,我家中有个长辈,就是如此。 说话思路非常清奇。 有些时候,明明不是小辈的错,他也总能归结到这一点上。 就比如,某个孩子生病了,他会赖到孩子身上。 你说,生病又不是孩子自找的,这能控制吗? 莫名其妙。 现实里,喜欢经常批评你的人,总是喜欢打着为你好的名义。 你不要相信他。 真正为你好的人,他会给出很切实的办法,是可执行的。 而且,他会考虑你的意愿,尊重你。 这才是真心为你好的人。 02.抢夺你人生控制权的人。 现实里,成年人的世界里,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。 所以,有的人,会通过抢夺别人的人生控制权,来让自己感到满足。 这本质上,是一种权利欲。 在长辈对待小辈上,很常见。 在同龄人的交往里,也不少。 你一定要能识别。 举个例子,如果你的某个同学朋友,总是不顾你的意愿,去指点你。 比如,教训你,让你立刻相亲。 或者批评你穿戴太土气。 批评你不会赚钱。 总是抓着这些点,不断语言攻击你。 然后逼着你,按照他的指点去做事。 这种人,就是在抢夺你的人生控制权。 现实里,遇到这种人,你一定要站起来保护自己。 否则,他有了第一次的得逞,就会有第二次。 你一旦妥协了,他就会感到上瘾。 这种人,你哪怕撕破脸,也要拒绝他。 03惦记你财产的人,现实里,大多数人都是正常人。 只会自己踏实工作,享受自己的钱。 但是少部分人,是奇葩。 他们自己不赚钱,还要惦记别人的钱。 然后歪理还一大堆,比谁都胡搅蛮缠。 这种人不要搭理,否则迫使很多。 举个例子。 之前跟闺蜜聊天,他家里的大伯就是如此。 自己赚不到钱,然后一到了交保险的时候,就跑回家哭穷。 让老爹老娘买单,跟弟弟弟妹借钱。 你要是拒绝了,他还撒泼打滚。 丝毫意识不到。 那是他自己的人生责任,与他人无关。 现实里,有些人人品很糟糕的,思维也很混乱。 总是想对别人的钱,打主意,而忽视了自己的无能。 这类人,本质上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,是个孬种。 现实当中,有的人福气很多。 遇到不好的事情,也往往能化险为夷。 其实,这三种人,是真正的后福之人。 他们的做人做事方法,学到一点,也能增多我们的福气。 灵妖对人际关系,看得透彻的人,现实里,有些人对人际关系,看得十分透彻。 他们深刻地知道,只有自己有价值,别人才会趋之若鹜。 反之,就是自己贴上去,也无济于事。 所以,这类人,往往很注重修炼自己的价值,以此换取更高的价值。 而当自己没价值的时候,他也不过多参加应酬,以免浪费时间。 举个例子,我年轻时,听信了朋友的一番话,总是刻意去结交朋友。 但是后来,自己遇到事情后,才发现身边无人帮忙。 那些所谓的朋友,都是嘻嘻哈哈而已。 我这才知道,朋友不朋友的,要取决于自己是谁,而不是吃一顿饭,就是朋友了。 所以从此,我也更注重提升自己的价值,而不是单纯的应酬吃饭。 其实人际关系里,讲究的是价值互换。 我们能给别人提供利益,或者快乐的情绪价值,那就是价值。 以此,才能交换到别人的价值。 懂了这一点的人,才能在人际关系里,更通透。 福气更大。 02,生活习惯更好的人,现实里,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人,总是生活质量更高,福气更大。 别不信。 年轻时,大家都仗着年轻。 身体状态也看不出什么差别。 但是上了岁数后,生活健康的人,整体的状态就要更好一些。 这些人,是真正眼光长远的人,是有福之人。 举个例子。 我父亲年过七旬,身材状态都很不错。 说话生如红中,身材一直未发福。 这就跟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,息息相关。 大量的运动,加上戒烟戒酒,从不暴饮暴食,才铸就了他现在的身体底子。 可以说,人的自律,确实能带来不少福气。 人在健康方面,其实是一长长跑,一时之间看不出区别。 只有坚持的久了,才能看出健康生活,跟不健康生活的区别。 而身体健康这一条,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,就是十分宝贵的,是有大福气的人。 零三情绪稳定的人,有福,其实人活着,就是活一个心态。 大多数人,每天都被各种烦心事纠缠,实在是做不到内心宁静。 而少部分人,他们知道如何调节情绪,如何开解自己。 这类人,往往生活宁静,甚至很平和。 是真正的有福之人。 之前,我在阅读心理学书籍时,看到过一个理论。 人们在遇到糟糕的事情后,往往会衍生出很多情绪。 其中有些情绪,是很夸大的。 而这些夸大的情绪,就会让人内心愈洁,很是痛苦。 而真正情绪稳定的人,往往不会衍生出这种情绪。 也能及时开导自己。 所以他们不至于走向天机。 这种人,是真正的有福之人。 人到了一定岁数,就不似年轻时,那么容易快乐了。 更多时候,生活里的乏味无聊,还有各类波折,会将人折磨得很厉害。 如果这时候,当事人有很巧妙的情绪调节大法, 那么他的日子,会过得宁静幸福。 这种人,是真正的高手,是真正的有福之人。